英国和美国10月19日谴责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策划的一系列恶意网络攻击 包括企图破坏明年在东京举行的奥运会和残奥会 英国和美国官员表示 这些袭击是由俄罗斯军事情报机构GRU的74455部队实施的 GRU也被称为主要特种技术中心 在周一公布的起诉书中 美国司法部表示该部门的6名成员在袭击目标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袭击目标包括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2017年的法国选举 指控涵盖了从2015年到2019年的4年恶意网络活动 英国官员表示 GRU黑客还对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组织者进行了网络侦查行动 东京奥运会原本计划在今年举行 但是由于新冠病毒爆发而被推迟 官员们拒绝透露袭击的具体细节 也不愿意透露袭击是否成功 但是表示袭击的目标是奥运会的组织者 物流供应商和赞助商 司法部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莫斯 拒绝讨论最近针对2020年奥运会的袭击事件 针对2020年奥运会的攻击是针对国际体育组织的一系列黑客攻击的最新意气 西方官员和网络安全专家表示 自五年前爆发兴奋剂丑闻以来 这些黑客攻击是由俄罗斯精心策划的 而莫斯科一再否认这些指控 英国和美国周一表示 黑客还参与了其他攻击 比如对2018年韩国冬奥会开幕式的黑客攻击 导致数百台电脑中毒 互联网接入中断 广播中断 英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网络安全研究人员此前曾认为 韩国的网络攻击与俄罗斯有关 但是经过处理后 看起来像是中国或者朝鲜的黑客所为 根据司法部称 GRU官员自2015年以来 涉嫌实施的其他进攻性网络行动 包括名为Nopatia的全球网络攻击 2017年 具有破坏性的恶意软件Nopatia 从乌克兰扩散到全球 感染并且锁定了各大公司的数千台电脑 专家称 Nopatia造成了超过10亿美元的损失 当时公开受到Nopatia影响的公司 包括联邦快递公司和制邀巨头默克公司 MING PAO TORONT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